好 到家 恭喜关叔叔 我今天可以出院了 今天待会儿去找徐大夫 开一个出院小节 好 好的 好 谢谢啊 那个 有件事我忘了 大夫开了这个 药单了 我萌夺萌西给忘了 领了 你啥你这记性 快去 陈寿老师给我发微信了 我回复一下啊 好 走 你跳我干吗呀 难道还得让我这个病人 亲自去啊 难道还得让我这个病人 你说这雨晴怎么一提徐大夫 怎么就不高兴呢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了 吵架了 你们就甭瞎操心了 要我说 两口子不吵才不对 吵吵闹闹那才叫谈恋爱呢 知道吗 这个心大 你笑什么呢 你看 还珠美 你都多大了还看这个 谁规定的岁数大了不许看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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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关叔叔今天要出院是吧 对 我找你开出院小节 我刚好要出门着 到那边开吧 好 我说eness 包括ossa 记住怎么问不离说 如果要出门 הזה 踩到这都灭细声 гulation 你 rit qualified 适合你 没 mutual 蛇 产生 你没事吧 你还可以了吗 是这么大的 就是被他气的 然后我心情也低落了 就五书八道了 但我今天已经好了 我完全没事 我是想说 昨天 给你爸做的检查 他的血药板聚集功能都正常 正常 我 我爸 谢谢啊 这是你爸的真小姐 针对你爸的病情 我还写了一些注意事项 包括饮食 用药 血糖 血脂血压的监测方法 我一定要让他保持心情舒畅 如果感觉胸部不适 务必及时跟我联系 这么多都是你写的呀 我看你那儿还有很多 这样的本子 不会都是给出院的病人 写的吗 是啊 那每个病人 都要写这么多吗 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你爸出院以后的事都安排好了 我打算等他们出院了 就把他们借到专家公寓去 不过是暂时的 因为我那个房子 毕竟是借我朋友的 所以老住着也不合适 我会尽快搬走 各方面都合适的房子 各方面都合适的房子 不太好找吧 你还行吧 我有认识的那个钟妾 她也在帮我尽快解决了 早呢 爸好啊 爸 爸 来了 我都准备好久了 好好好 宝儿啊 辛苦你了啊 好 这段时间挺累的吧 不累 爸 还不累 爸天天都看着天气预报 最近天儿有点凉 你穿得不少啊 爸 我热乎着呢 您这么心疼我 那就是我勇往直前动力吧 听听 好好好 大姐呢 自从你爸住院 你大姐一直守着呢 我让他早点回家了 家里还有老公孩子呢 今天你这宝儿表现不错啊 一个电话就把车开过来了 这个专车还是我约的呢 咱们儿子自己现在干买卖了 回头你把钱给你结了啊 对吧 对 你儿子开车你还要给钱 钱反正是花在自己人身上 肥水不流万人钱嘛 对吧 爸 我跟你说啊 我这车就是您的专车 以后您一个电话 我立马接你 你有什么时候直接帮你办 听见 听见没有 这就是儿子啊 他就是不一样 听见 听见了 车放哪儿了 就在那边很近 就看见了 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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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好吧 听那儿了啊 真好 来 爸妈 到了 好 到了 先不用换鞋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这个是客厅 这边就是厨房 做饭什么的都方便 好 这是卫生间 来 带你们来看看 你们的房间吧 你们就住在这儿 这个房间比较大 床单啊 被罩都是新换的 床头还有新的雪阿姨 瞧瞧咱们女儿 这准备的这棋 比我们自己准备的都周全 是 是 那不是应该的吗 别在这儿站去了 你们在沙发上休息会儿 把鞋换了 我给你们倒点水啊 好好 好 爸 谢谢 好 好 好好 先在沙发上坐会儿 行 爸 妈 陈姐 谁来了 陈姐 来啦 我们说亲戚 不愿接您的 后来震雷说 车上坐不下 给了我们一地址 我们就打车 直接过来了 你看看 老关呀 祝贺你这个顺礼住院啊 也祝贺你们 瞧前之喜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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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谢谢 还有这个 你看 来就来 还拿东西干什么的 是啊 是啊 随便坐吧 坐 来来来 就是 您也快坐 好嘞 好嘞 您也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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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爸 我对我先走了 我还得出车呢 等会儿 爸爸刚刚出院 那今天就歇一天 姐姐 姐姐不开口 我哪敢休息啊 雨晴啊 你看 一个月三十天呢 不差这一天 我也有日子 没见证雷雷了 那今天就别 那么较真了 好不好 我只按协议看结果 为了我亲爱的老爸 我今儿就调休了 老爸康复出院 我不得做到拿手菜 给庆祝一下啊 快点去茶去啊 快点去茶去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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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志军 你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 爸今天出院了呀 爸今儿出院 怎么不早说呀 你说了我去接嘛 这是干什么呢 把衣服全拽出来了 那个 就 许总说周末有一个 重要的商务活动 说让我穿正式的呀 我 那你又不在 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搭 我看你平时挺会搭的呀 没有 那这不是都你帮我弄吗 跟我约会都没穿过这么正式 想起说的 这个蓝色的春衣 免带就搭这个 这行啊 行 我洗衣服去了 你赶紧把它收拾好了 行 就这套 老关啊 闺女这劲不错呀 是是是 这是族市的房 幸亏人家闲一闲 是吧 没了 这洗洁机没了 对 我去买一瓶吧 要不然不干我了 顺道再带瓶酱油吧 咱们酱油也就不多了 行了 你别洗了 回来弄啊 叔叔阿姨 我出去一趟 买点东西哈 那个爸 您要不要带什么呀 不用了 你去吧 行嘞 老关啊 你这刚坐完大桥 有你这出门锻炼 就不方便了 是 我给你个建议 你得发展点一些 别的什么的兴趣爱好 还真是 那您说我 配个点什么爱好 打麻将啊 对啊 既锻炼智力 又预防老年痴呆 我是不是 刚买了一副麻将 在那个震雷车上呢 对对对 来来 你去 把他拿来 去去 拿去 拿去 对对 咱来点去吧 不用 不用 他刚出院 拜父主妇啊 说要静养 咱改天 改天打 好吧 有打麻将 能有多大动静啊 静静 您不会是怕输钱吧 放心 我们俩排气也一般 就是图个乐呵 没错 瞧静静这话说的 不就是打点 家庭卫生的小麻将啊 我那点退休的工资 那还说得起 来来 取牌去 拿下来啊 对对 打电话给雨晴 问麻将桌在哪 快去 来来来来 来两圈 来两圈 来 来两圈 五万 等一会儿 好 清静 吃你一张牌真不容易 我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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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万 行啊 不好意思啊 静姐 吃不成了吗 来 打一张 二统 这回来呢 我能吃 我能吃 你也吃不成了 碰了 那你这合适啊 合适啊 一个生好的 是的 我 我再吃一次 有人碰了 我就不信了 都让你们给碰了 吃上了 一饼 亲家 谢谢啊 单调一饼 活了 爸 你这牌戒推不行了呀 我这 你看你看你 光盯着上架 你怎么不看看下架 刚才你还打雷一饼 没人要呢 谁知道 你这老话说得好啊 这牌旺呢 自然之首相 牌弱要打生死仗 老鬼 你别着急啊 没这儿瞎吧 你别着急 谢谢您 亲家 您不用教我 要不咱们今天 就先打到这儿吧 我这也累了 老班刚出院 需要休息 别着呀 别会儿 清下母啊 你听我说啊 有一句话叫做 书牌不能书品 这风水它是轮流转的 对对 你说老关现在撤了 他的风水来了 不就白瞎了 对对对 轮流转 行 回来了 这么热闹啊 徐大夫 徐大夫来了 徐大夫 徐大夫跟你一块儿 来 怎么 我在楼下碰到他 帮我拿一下东西 还没吃饭呢吧 赶快做口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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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阿姨不麻烦 我吃过了 真的 老乖 怎么还留上了 他赶紧过来战斗啊 这不是 对了 徐大夫 你会玩玩麻将吗 咱们一块儿玩几圈 爸 人家工作那么辛苦 就不能让他回去早点休息啊 是啊 靳靳 您这是输了牌找外援呢 叔叔 要不我玩一会儿 好 太好了 来来来 替我 来来来来 来吧 这边请 来 谢谢您啊 不客气 这回咱们换个风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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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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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上那边去 我不动 他们家一个个儿啊 好 对 一带我在这儿 好 来吧 来吧 捉舞魁 杠姿 忽辣 小屁虎 我结虎 对不起啊 这这这咱来咱来咱来 来 真实 在这 六边 怎么那么行啊 小屁虎 发筒 这这有苦的 来 来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姓家 这是怎么了这是 四条子 来了 出了 大了这吧 青色一条龙 这手机啊 这牌太大了 大了吧 关键说您这牌打得太好了 今天你说运起来了 挡都挡不住啊 我真想冲死我 我打他干什么呀 别别别 姓家 咱玩吧 行 行 行 差不多了 我觉得 时间挺久的了 这 这撤了吧 老乖 你看你这刚出院 这身体你 这么玩你 你也受不了 熟牌不熟品 要不再打两圈吧 对 两圈 再打两圈 最后两圈 来 徐大夫这脑子 跟电脑似的 张张都记得这么清楚 让我们怎么玩啊 那你们看 回来 回来 下次再说吧 回来 主要是啥 主要是贝贝 她一日回家 她没带钥匙啊 要不然 她们离婚进家呀 对对对 我们撤了 撤了 撤了 对对 爸 那我赶紧送你们回去了 好 好 好 感谢 感谢 来 爸 来 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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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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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慢走 慢走啊 帮我送一下 对对对 送一下 来 帮我送一下 叔叔阿姨 那我也回去了 好好好 还有啊 最近尽量别玩麻将 输牌赢牌 对心脏都有刺激 好 我听我兄弟的 大夫 怎么又变兄弟了呀 我们不是一块儿玩牌的战友吗 那就是兄弟呀 那 那我先走了 好 再来 你去送走啊 对对对 送 来 你吓我一跳 怎么还附面膜呢 我 看有几个人开个期了 我就不用了 这我说我的面膜 怎么越来越少了 我去也浪费了 过去也浪费了 稍微我再给你买新的 来 刚病毒好的一二更 给对门送去 不是给我喝的呀 馋吗 人家为你爸的身体 又费脑力又费体力的 好好补补 你饶了我 你也饶了对门吧 你这孩子 行 我都没合着我 怎么办 那个我我爸熬的银耳羹 进来 就是我爸包了银耳羹 让我给你送过来 替我谢谢冠叔叔 这段时间家里人来人往的 老打扰到你爸 特别不好意思 所以那个 你记得喝啊 不打扰啊 我挺高兴的 搞什么心啊 热热闹闹的多好啊 反正 没有打扰到你就好了 那我走了 等一下 对那个谁 可可可给我派了个任务 让我明天把这个搭出来 我 我这正忙着呢 能帮我一下吗 可以啊 我刚好今天休假 最后一天还有时间 就是不知道咱们搭好 可以试一下 我拜托你了 那不就成了吗 小女婿的事 就手拿板钻了 没事吧 不好意思 我吵到你了 我吵到你了 savior后ai 真的很油 你不应该答应 严肖 神政府 可不给你抓 такая 神父 怎 可吵 不不对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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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哥 快请坐 我没迟到吧 没有 没有 是我倒早了 是吗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从早上七点 就开始准备了 单独出来跟你见面 你上班的时候 可紧张多了 没有了 真恨我 您喜欢的美食清咖 已经帮你颠好了 谢谢 小兰那你 你你你你与我出来 就是有什么事啊 是有点事 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是这样 小兰 在工作中呢 我是你领导 在生活中你管我叫声哥 那妹妹 不管你有什么困难 跟哥说 哥替你解决 我想 我恋爱了 是他 就是咱们部门的 他这个人 工作能力强 做事雷厉风行 还特别有男人味 而且 不管是在工作上 还是生活中 都特别地照顾我 一开始 我只是把他当亲人 但我也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满脑子里想的都是他 想忘都忘不掉 美 作为过来人呢 我特别能理解 像你这样的 年轻女孩 突然遇到一个 这么成熟 稳重 还有 有成就的男性 那肯定是情不自已 但是以我个人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样 不合适 我知道 我的条件配不上他 可是 爱情是控制不了的 能控制的还叫爱情吗 也是啊 那 你今天约我出来是想 让我给你一个答案 一样的 其实我也是 很难抉择呀 古人云 我生 君未生 你觉得我跟小五不合适啊 小五 小五 今天叫你来 是我听说小五跟你的时间最长 我就想知道 小五这人靠不靠谱呀 感情上能不能靠得住啊 小五 小五 让我想想 不急 我等你 我想想 师父 我没有辜负你的细心教导吧 表现还不错 但这只是模拟机考核 接下来的本场训练 还有理论考试 你可不能放松哦 好 你说的每个字都是我的准则 雨晴啊 你这房子找得怎么样啊 挺不好找的 你想 要满足环境好 楼层合适 适合老人居住 并且还要有 医院 银行 菜市场 离我工作的地方也不能太远 还得是三局 其实真的挺难找的 师傅 你要搬家啊 像我反映你消息怎么那么知厚啊 这关叔叔一出院 这 雨晴带着家人住过来的 这不要大点的房子吗 你有没有推荐的 当然有了 我朋友就是做房产中介的 你等着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说真的 有没有舍不得搬哪 什么舍不得 不过说实在的哈 你那个房子还真挺好住的 你再想想 有没有什么别的 什么别的 那我总不能带着我爸妈 在你那儿住一辈子吧 这万一以后你收我哥哥房租 我怎么办啊 我怎么可能 好嘞 谢谢 晚点去找你啊 拜拜 行了 我会把钱给你打 给什么钱 不能白在你那儿住 师傅 我已经联系好了 晚点我朋友会把 合适的房源发给我 晚上我就给关叔叔 看房子去 那就谢谢你了啊 谢谢什么呀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走 我请你吃饭去 好 没有你 我请你 爸 我等会儿啊 再给你买两份衣服 爸 爸 爸 你就忙了 爸 你在 站一下吧 不是 大爷 大爷 这就是我爸 大爷 打120 好 大家都散开吧 爸 你 你什么狗屁医生啊 救人还是害人哪 你把我把股打成血了 你知道吗 冷静一点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你父亲 刚刚嘴里有血沫 而且手一直捂着腹部 我怀疑它是 未出血引发的咳血 他的血块卡在喉部 我必须让他尽快地咳出来 你胡说八道 就是被你打的 我告诉你 我激烈了 我激烈 我什么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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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你 在我背后见好了 别怕 我来保护你 爸 咱做文明人行不行 我们争复文明人 我也没有人 可以 让他 让他 站上 好点没有 没事 就嘴这块受点伤 身上有点软住的所伤 没事 还好把那老爷子救过来了 家属也道歉了 够拼的 我听说林杰要拉架 你都拦着 就让那人一直打得到警察来 我怎么能让他拉架呢 他不能上手 你们这时候可是拿手术刀的手 不能受伤 我宁可让我的脸受伤 也不能让他受受伤 没事 我给你拿来了啊 放这儿 怎么想起来学病理学了 考博呀 我准备考博 你是协和医学院的博士 文林杰是湘雅医学院博士 在咱宴席医院 你当个主治医师 那那个博士学位 你不敢跟人说话 我准备再拼一下 我听出来了 这也是为了林杰呀 你当我考上博士的 考上我就追他 死追 必须把他追到手 我跟你讲啊 我当时我真担心啊 我真怕你们俩真吼上了 我可担心了 但咱俩是兄弟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 我了解你 但我也了解你 他就一根筋 我撞南疆不回头 你必须得让他看明白了 他才能对你死心 平常看得挺高冷的 其实他挺单纯的 虽然他现在给你死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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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啊 我觉得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不过没事 我这不还没考上博呢吗 等我考上博也需要一段时间 现在我也不敢跟他开口啊 原来 最爱你的人一直在他身边 他怎么就没发现 是吗 我都准备给他 挂一个眼科专家号去了我 叔里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啊 你先跟我没什么事吗 你现在就给我讲了 往后翻 第四章 师傅 咱们今天把你之前看中的房子 全部再过一遍 确保你能够找到 你满意的 原来你说的重要的事情 就是砍房子呀 当然 怎么 你不想搬了 没有啊 请 关女士 这套呢 实用面积是九十六平米 最适合一家三口军顿 您看 喜欢吗 这三口军顿 这还不到两点 这个屋子就已经这么黑了 彩光也太差了吧 赞同 那我们去看下一个 请吧 这件采购好啊 全落地搏雷窗 窗外任何遮挡物都没有 视野很通通 从这里出去 不论是地铁还是公交 光不行就要小三十分钟 对我父母来说 太不方便了 而且你看这儿 这么长一个走廊 好像也太浪费了吧 这个格局也太奇怪了吧 那下一个 这一套的采光和格局都非常好 你看 出小区两百米啊 就是二号线和四号线 还有五条公交坡 饭店超市菜市场一应俱全 一公里以内 还有个银太百货 我爸心脏不太好 不能受到惊吓 好 那个 官女士啊 你说咱这儿都看了一下我 那你一套也没看上 您是不是 不想租房啊 我要不想租房 我费这么大劲我干吗呢 总得挑到让自己满意的吧 是 你再想想 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面 还有一套 定配 这套房子啊 是昨天刚挂牌的 绿化采光交通都非常好 无可挑剔 而且呢 商家左右住的邻居呢 都是老师 挑不出任何毛利 房子确实挺好的 房子很贵吧 这个业主啊 他常年定居过外 他不图赚钱 只是想找一个靠谱的租客 房租呢就一直没涨 每月六千 六千 这怎么可能啊 你真是捡到宝了 他这个价格 比市场价低一半都不值 你看你要是满意的话 那就先交个定金 我还想跟我父母 再商量一下 师傅 你要学好哪套房子 一定要告诉我 行啊 就这么说定了 走了啊 喂 孙先生 我再跟您核对一下 如果关女士 定的是六千块的房子合同 那么剩下的六千块差价 我在你另外一份合同给您 不然公司财务不好处理 行 那我把地址给你 你寄过来吧 好 我去这么窄 喂 喂 到哪儿了 您 您 你们这胡用太窄了 车进不去啊 您走出来吧好不好 我就在这路口那儿呢 等着你啊 哪里窄了 我平常打车 都直接开到家门口的 怎么偏偏你开不进来 真开不进去 这不到一百米的路 您 您就劳家走两步 您再这样我投诉你了 行 您 您等着吧 我马上到 你出来吧 姑奶奶 我去 谢谢你 艾帅哥 谢谢你 艾帅哥 我去 几色刮挺深 八百五个 不是 便宜点呗 哥们 大肯来期本来就贵了 最多给你便宜五十 补物 行 先补吧补吧 好吧 我先给你开个单子去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位 对 哪是轻强的 轻强的 轻强的 要求轻强的 轻强的 不是 志京哥 合同房互部已经重新修改过了 请一件字 没别的事 我先忙去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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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您 您忙着 好 回见啊 回见 好嘞 周总 我现在就回公司取 取到之后我给您打电话 放心 瞧瞧 菜来了 没事 好嘞 真是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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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真好吃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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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点子 好嘞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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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福哥 我来了啊 郭叔叔 这上午留给你快递 我替你带收了一下 谢谢郭叔叔 不客气 对了 白天不是下雨吗 我看你们家 那凉男生晾的衣服 我本来想 把它收进来帮你什么意思 结果 没钥匙去不去屋 谢谢郭叔叔 回头给您拿一把备用钥匙 我再有这种情况 我就帮你是吧 给您添麻烦吧 没有没有没有 那那你忙吧 走了啊 好了 谢谢郭叔叔啊 不客气不客气 你好 我马上过来 你回来了 你慌慌张张去哪儿啊 我去吴奶奶家 她是个空超老人 身体突然不舒服 跟你一起去吧 好